重阳节将近市府也开始发放重阳节礼金 而各区内百年人类的部分 市长体恤老人家行动不便 加上年龄达到百岁以上实属不易 因此由各区区长亲自将礼金 以及百岁人类的金剑纸项链送到长辈家中 近日赶在重阳节前夕 各区区长也会同社会人文课人员以及礼长 走访区内百岁人类的家中 除了代替市长致政礼金 更是亲自外长辈戴上项链以及金戒指 那今天当然是我来这边只是赠送的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一些金锁片金项链 还有一个总统副总统的一个纪念酒 那特别就是我们重阳近老的 超过一百岁的一万元的金额给老太太 那当然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看到她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她能够永远健康长寿 家中有一老如有一宝 那我们市长还有总统府 还有卫福部的长官 他们对于这些长者都非常的重视 那特别在重阳节的前夕 那由我们区公所区长里长一同来 向这些老人家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快乐 能够吃到两百岁 特别的是今年也是逢信任总统上任 因此总统府也特别致政老人家纪念酒 感念长辈过去为国家所付出 而今年在三支区以及金山区各有两位 以及十位以上的百岁人瑞 其中有一位长辈今年也正好满百岁 身为百岁人瑞的新鲜人 市长也特别颁证纯净的敬老状以表祝贺 我们很高兴我们这个总统包括我们市长 委员部这个长官这里关心 他也是要给我们来说 身体勇章 吃得老老老 肯定吃两百岁一定有 祝福万能大家友好 晚上都早睡 早睡 生活情况比较好 是啊 现在都吃完 他们吃完 吃完肥材 早睡不敢吃 早睡不敢吃 来到长辈家中区长与里长给予百岁人瑞 关心化家常 而百岁人瑞的儿子表示 要活到一百岁真的不容易 母亲生活起居 规律早睡着起也不碰婚食 而区长也趁着这个机会 向长辈学习养生之道 借由与长辈的交友关心 分享生活经验 也透过温馨的崇洋祝贺 要带给老人家愉快的过节氛围 让长辈在地乐活与终老 记者 邀平函三支金山综合报道